AudioJungle AudioJungle 原标题,我们和美国差距有多大? 美国一动作意外接了老底国人挺激动3月底, 美国资人太空公司,轨道科学号, 称为他们的高超声速武器项目, 进行了首次战斗部爆炸试验, 马斯克的猎鹰火箭才火了一大板, 现在这个轨道科学,又要造高超声速武器, 各类间别大捧美国人的臭脚了, 试验吗?只是事事而已, 这次的试验并没有和高超声速武器有任何直接关系, 有人就说了,你飞飞说,没关系就没关系, 会不会给人一种硬点的感觉呢? 来听姐给大家慢慢说, 飞飞明确地告诉大家, 今天美国人在高超声速领域的成就还真要比咱中国差那么一点, 由于这些年美国人在高超声速技术领域的投入十分不足, 不足以撑得起这一领域的发展, 所以今天的美国人也只好从一些高超声速武器周边领域入手了, 比如说什么气动布局、推进技术、试验技术等等方面, 核心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美国人今天能拿出的成绩, 真叫做拔战课程了, 这次美国轨道科学公司的试验又是进行的一次非核心技术, 这次试验中一枚躺在废旧纸壳中的试验弹头成功地在一个二乘以四米的棚子进行了爆炸试验, 效果十分惊人,就连好几十百米外的掩体中, 试验人员都能感受到这款高超音速滑翔的强大冲击力, 试验结束后,当该公司弹头发展项目项目经理查看爆炸后, 党机表示称这次试验基本达到了我们的期望, 嗯,真是厉害,不愧是全球第一大电影国度的项目经理, 搞起宣传来也是一套一套的, 不过话说回来,不过结果怎么样, 人家美国对于高超声速武器宣传上, 已经遥遥领先于我国了, 这一点我们的某某部真该认真学学, 诶,飞飞是不是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话, 别急,飞飞先喝口浓茶缓缓, 那么作为高超声速武器的核心技术, 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究竟有何本事呢? 来,咱们可以这样比较, 如果咱们把过去的弹道导弹比作一支擅长硬碰硬的尖刀连队的话, 那么高超声速武器完全就是一支善于不断改变路线, 制造假象,善于奇袭,突袭的特战力量了, 为什么呢? 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机动能力相比于过去的弹道导弹得到的值得提升, 它完全可以在进入最终攻击阶段之前, 不断调整姿态和飞行弹道, 让现在任何反导系统都变成一堆废铁, 当然了,它还要比传统的弹道导弹,跑得快得多得多, 90年代美国人信誓旦旦的提出了一小时全球打击的战略目标, 如今过去了将近30年, 它们的一小时打遍全球, 进行的又如何呢? HTV-2试飞失败, X-43A没有完全成功, X-51A也没有持续进行试飞, 而中国的W-U-14高超声速飞行器, 至少已经进行了7次的成功试验, 恐怕它们的目标真得让中国人帮它们来实现了啊, 其实自从进入新世界后, 由美国国家集中力量搞的一些空间技术研发, 都进入了沉寂期, 甚至都出现不得不使用俄罗斯的RD-180发动机, 发射自己为新的尴尬局面, 飞飞就纳闷了, 不是美国这两年的军费, 都到了7、8千亿美元, 这么多钱到底去花到哪了? 既然人家说没钱, 飞飞已不是纪委, 而不会审计, 所以就全当他们没钱吧, 为了能多多的获得国会的财政支持, 好好发展自己的高超声武器, 最近这三年多, 美国国防部和空军的官员们, 可真是跑断了腿, 喊破了喉咙, 均切看, 2014年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正毕高呼, 美国不愿成为高超声速领域的第二, 又过了两年, 前美国空军首席科学家, 马里兰大学教授马克·刘易斯, 又在公开场合表示, 美国应该在高超声速领域建立领先地位, 但是从目前来看, 可能其他国家后来居上, 哎, 看着美国这些专家, 官员们喊破喉咙都没什么人理睬, 飞飞觉得, 咱们真应该再发展快点, 毕竟能帮他们多要到不少银子啊, 鹰匠不要耸, 中国带着你们一起开创星球大战, 2.0。